現在才知道 特異特性先禮高 金蘭妮 現代人生活壓力很大 然後很多不良的一些生活習慣 造成了骨頭這邊痠那邊痛 那這樣不僅僅是你身體的退化 有時候會造成很大很大的危機 沒錯 而且我覺得談到骨頭的問題 以前都會覺得好像 這都是長青族才需要去關心的話題 但其實隨著這個 現在的人的生活方式在改變 講到骨頭 講到姿勢 講到脊椎 其實很多年輕人已經在退化了 根據一個調查 國內的骨頭的年齡跟實際年齡 竟然差十歲 有確的 因為有時候你三十歲 其實你的骨頭已經四十歲了 沒錯 這就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骨頭現在三十嘛 我差不多二十而已 沒錯 大家都年輕 年輕 當然只有十七歲 對 沒關係 今天我們就要帶著大家 來一個一個幫大家做檢查 看看在生活當中 是不是有一些錯誤的習慣 導致我們這些姿勢 然後可能影響到了 我們的骨頭跟脊椎 你跟三位來賓一樣 常在自覺的時候損耗你的脊椎嗎 今天就讓兩位專家 與你一同檢視錯誤姿勢 對脊椎的損害 很多生活中的壞的習慣 慢慢累積以後 我們身體上產生的危機 你不知道喔 那我們請杰玲來幫我們做一個檢測 好 杰玲中醫關心你的健康 現在我們來看看 你有什麼難習慣 難姿勢 會讓你討論 好 第一個 你的頸椎退化了嗎 首先第一個是假日的單車主 這樣也沒有 台語說 最煎盤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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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怕我啦 好 第二個 轉頭拿東西 是 頸關節錯位 第三個 側頭夾著肛電灰 腦中風半身換 我已經在踩得完吧 照理來說 都是現在大家常常會有發生的 而且我很不能理解的是 單車主不是非常好嗎 就是運動 對啊 像我們常常騎腳踏車 其實腳踏車現在是非常流行的運動 對啊 然後我想說不是腳踏車的問題 而是腳踏車的形式不同 它會造成一些問題 例如說可能越野登山車 它可能是這樣平板的 是很舒服的 可是有些人會玩小折或怎麼樣 也是這樣子 也有些人會想要玩公路車 那公路車的話 它長時間的一直彎腰下來 對 還有不正確的椅子的高度跟比例 甚至可能有些身材的部分 還有一個問題是 很多人喜歡 就像他可能一做這個運動會做很久 例如說他可能現在很久沒有騎 然後一起騎一個鐘頭或兩個鐘頭 對 所以你會變成說 我全身的壓力不是釋放在全身 我可能走路習慣了 因為你一直習慣 一直在用這個變成這樣 對 這個是可能是你很久沒有用力 很久沒有單一用一個地方的力氣 其實啊 騎腳踏車本身其實是一個好運動 藍波老師就常常在運動 那像雅蘭你說你比較沒有在運動 那請他兩個生活習慣一點 我跟你講我最容易就是 側著頭講電話 因為呢有時候我們在做家事 然後電話一來 尤其是 真的 製作單位打給我的說 我剛好在做家事洗菜洗碗 你沒有辦法不接 所以你就只接了之後 馬上夾在耳朵 然後就邊做家事 然後一講就是一個小時 然後頭就會抬不起來 講完之後頭整個轉不起來 還有一個就是轉頭 忽然的轉頭 以前小時候我就印象中對 扭到這個部分 這不是很好的示範 小時候有時候 有時候沒有準備功課 偷瞄一下 想要看後面的東西 有時候一瞬間很緊張 一轉頭 唉唷 然後你在看什麼 你在看什麼 還轉不起來 扭到就對了 那我個人還有一個小小的經驗 我覺得還有就是在開車的時候 對 有時候你在後面有載小朋友 開到一個過來的時候 小朋友會說 你在幹嘛 或是他打翻什麼東西 你就讓他一轉頭 哇 完了 就扭鬧 對 尤其是在什麼時候 現在我會跟人家說 冬天 冬天有時候 身體比較僵硬的時候 對 剛起床的時候很冷 你身體其實沒有習慣把它熱開 就是說 一瞬間的時候你要拿個東西 或者是可能拿個那個漱口杯 或怎麼樣 一轉的時候 中 你在起床的時候 人家說不要直接 馬上這樣起來 對 很容易拉到 脖子肯定不起來 所以你最好的方法是 側身 稍微先醒來的時候 先側身一下 先動一下 稍微讓自己身體動一動 所以差不多的時候 你在慢慢彎曲著起床 這樣是最正確的 現在小孩上學遲到了 對啊 這樣才也對 對啊 我有一天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一下子 小孩子上學 鬧鐘一響 然後媽媽就會 一直到鬧鐘就趕快下醒 對 我跟你講我就 全身不舒服 我一直不舒服到晚上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直接這樣 整個躺起來 一下子起來 你就是在整個睡得很沉的狀況下 直接起來 請一下這個黃醫師 這些壞習慣會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 那這個個別呢 是其實剛剛藍波羅老師講得很好 就是那個在假日 為什麼叫假日單車主 如果你是每天都有在騎的人 其實會比較容易發現這個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假日單車主 就是那個椅子的高度 跟你的手把那個高度 基本上那個位置 很多人都覺得就是很低 因為要擋那個風阻 然後頭再起來 完了 其實很低 頭再起來 就是身體是很彎的 他頭起來 然後為了要看那個視線 另外一個是手把的高度 對 那個手把的高度也會影響 那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騎完車之後 我手不舒服 這個時候其實脖子 可能是有狀況了 影響到你的手 所以如果說你只是單純手腕 或手肘不舒服的人 可能都有一些狀況 就比方說像椎筋盤塗 椎筋盤的目的呢 是在我們關節跟關節的中間 一個避震的一個避震器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騎車 在這樣子的姿勢 他就一直要承受這個壓力 有可能會被擠壓移位了 對 所以他就突出來了 就是突出來了 突出來了 對 所以就直接椎筋盤突出來了 假日單車組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轉頭拿東西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 冬天冷更容易 就是我們的肌肉啊 它是會隨著就是溫度 會有一些變化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風一吹過來 身體就縮起來 所以那個 對 所以這個肌肉是縮的 僵硬 對 是僵硬的 那你這個時候如果說 有一個比較劇烈的轉動 其實我們在轉動的時候 那個關節都在承受壓力 是 對 因為我們轉一個方向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壓力 那在不同的關節 承受的壓力 應該是要有一定的比例的 那旁邊就是我們的肌肉 那肌肉如果說 有比較大的一個拉扯 它就會 其實有的時候啊 我們白天就是轉頭 好像就好了 就只是 就是好像有點不舒服 然後可能過十分鐘好 可是隔天就落枕 對 所以它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不見得是當下的問題 有時候是當下 可是又好了 然後結果隔天早上 就有一些狀況 或者就頭痛 那會不會變習慣性 會 所以很多人他們就是落枕 第一次是可能事隔兩年才落枕一次 後來就一年落枕一次 後來就半年落枕一次 後來就三個月 結果就每天 像我這個月啊 就這邊一直落枕耶 會同一個地方 而且不是真正因為你睡覺了落枕 而是平常動作的那種感覺 跟落枕相似 那請問一下羅醫師 這些習慣一般來講 我們不知不覺中 都習以為常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久了以後 真的對我們的頸椎 甚至說水感膨的獨出 其實水感膨的獨自 真的會這樣子 是 這個我們提到假日單車主啊 因為我們平常運動量比較少 然後有時候假日就拼命運動 那就有個案例啊 一個四十六歲的黃先生啊 他就是喔 就平常都很忙 然後假日呢 他就拼命騎車 要把一個禮拜的運動量補出來 對 很多人都這樣 對 其實這不適合的吧 然後他就是喔 就運動當中 他的 尤其他的那個剛才提到的 藍波先生提到的說 他的運動的那個 比如說姿勢不良 其實腳踏車的姿勢不良 所以他這個年紀也有點年紀的 結果他一直騎騎騎 結果上班的時候發現 連續好幾天喔 那個手就麻了 整個麻掉 而且都不會好 結果去做檢查發現他的頸椎啊 頸椎的五到七節 也就是我們長期容易犯的頸椎 這黃色的就是脊椎神經 就壓迫到了 他發現他的頸椎的五到七節呢 就是有壓迫 他的頸椎有這種 退化性骨關節病變 就是說骨刺的意思 骨齒 壓迫神經 所以當然手一直麻 是 那另外 就想說這是46歲的老人家 其實不對喔 其實像 有一個案例就是在三軍總醫院的 他是個32歲的 就是墳嶺上班族 這麼年輕喔 對 就剛才提到這個說 叫側頭 聽筒講電話對不對 他側著頭一直講 順便要打字 而且頭是歪的 上班族都這樣子 對 就這樣子 結果他發現他就是 怎麼下完班之後 長期的頭痛不會好 甚至會心氣胸悶 結果我去檢查 也是發現了這個有 就是說 有一個急神經壓迫 那這講說壓迫 就比如說手麻頭痛 但更嚴重的就是 有這種暈倒的案例 也是一個內湖科學園區的 一個小姐 他就是突然上班上班 就昏倒了 然後其實送到急診的時候 還是屬於昏迷狀況 真的啊 那屏重喔 對 他就是也是一樣 他平常寫企劃案 一直要側著頭啊 彎著脖子 打這些企劃案 結果去檢查 影像學檢查 發現他的什麼 前面這個內頸動脈 裡面的管壁 已經有血管壁 以及玻璃的現象 壓迫我們的腦細胞組織 造成他要急性的腦 像算他腦壓升高 要趕快的開乳手術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 所以就是說大家要注意 我們的脖子啊 還有你的運動的姿勢 要特別來注意一下 那王醫師 是不是再幫我們補充一下 最後一點 對 像這個啊 我們這邊就有一個model 那我們頭在夾著講電話的時候 大家看啊 這個就是一個一個骨頭嘛 紅色的地方就是血管 那正常來講 它就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今天夾著講電話 想像這個血管要轉到哪裡去 而且要轉很久 對 而且它是通過一個一個椎體 就是通過我們的骨頭 裡面的空間就很小 所以這個空間很小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又長時間 那基本上對於像一些 高血壓或者是高血脂 我們平常做健康檢查 看到的那些紅字 對 這些屬於高危險群 意思是說 它的血管是比較脆的 然後裡面油脂含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可能會出現一些栓塞的問題 就像剛剛羅醫師提到的 就是當它阻塞到血管的時候 你的頭部就是腦部 沒有辦法得到足夠的氧氣的時候 對 就出現所謂中風 或者是如果說影響到的這個部位 比方說語言 你可能說話就會有一些困難 或者是肢體上面可能就會有癱瘓 頸部的這個退化 基本上要造X光片 可是在家裡面 可以自己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所以我們大家坐好 然後抬頭挺胸 兩邊肩膀是擴開的 好 這個時候呢 你把你的頭 大家都轉向 從左邊開始好了 我轉向你的左邊 肩膀不要鬆起來 然後你去觀察你的下巴 距離你的肩膀有多遠 一般來講我們在轉的時候 你的下巴轉過去 然後是可以看到 就是基本上70到90度是正常的 70到90度 對 70到90度 可是如果有些人卡在中間 45度就轉不過去了 可能表示你的頸椎的頸關節 它的活動度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去對照你的左邊 然後跟你的右邊 對 好遠的 所以你幫我看一下 要三位來賓的姿勢 好 所以我們 大家都轉同一個方向 我們都先往左邊 好 先轉左邊 先左邊 好 右邊 再轉右邊 像你看浩然姐的這個弧度 就比較少了 醫師已經說她的眼界也比較少 看東西看得不多 就是在轉的時候會看到 就是在我們一般來講 可以到90度 可是像浩然姐 她剛剛 尤其是她轉這個左邊的時候 特別的是不足 對 我這邊沒有辦法 我這邊距離看 我真的 妳有真的用力轉嗎 轉到底喔 因為我老公睡這邊 可是我想請教黃醫師 因為像我們這樣剛轉的時候 我都會卡拉卡拉 那個是正常的嗎 卡拉卡拉 我轉一次就會卡拉卡拉 真的耶 這個問題啊 很多人如果你是轉的時候 伸展的時候發出的聲音 那就沒有關係 可是有一些人 尤其是男生 早上起床的時候 卡卡拉卡拉 對 有一些人會這樣 或者電影院 你會看到前面的人 他就是一直去 對 一直去弄 然後一頭 對 如果妳一直去弄它的話 它是會磨損的 可是如果妳今天是 真的喔 對 如果妳今天只是做伸展的時候 它那個只是關節 妳的關節的活動度 是有點受限 所以裡面會有一些空氣 被擠壓出來的聲音 請問一下羅醫師喔 我們如果覺得 我們的這個頸部痠痛的話 在中醫的立場 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按摩的 可以讓我們舒緩一下 中醫按摩穴位 語不可不知 第一個穴道就是肩頸穴 就是肩部的正中點 你只要一忙 你就發現這個肌肉 是有硬塊結結的 對 我們這是 然後必在做一個按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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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